我是陳怡婷 我是江憶欣 我是Shelly 欢迎收看现代启示录 有一句成语叫做烂于充数 大家应该都有听过吧 对对对 它的典故呢 其实就是来自于齐宣王 你的齐宣王这个人呢 他就是一个浩大喜功 喜欢那种做排场啊 就是场面要非常浩大 而且呢 他不只浩大喜功 又贪财好色 感觉好像马上一无是处 但是我自己会觉得 齐宣王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就是他非常的坦诚 非常坦率 所以他才还有那么多贤臣 愿意在他旁边吗 或许是这样子 因为他曾经就跟孟子讲说 寡人有己寡人好色 他就直接说 我就色啊 不管你想怎样 就这么老实的一个 对那另外他有一个很大的优点 我自己觉得蛮佩服 其实在历朝历代皇帝中 是非常难得的 就是他很愿意接受大家的 建言 就有人跟他说什么 他也就很直接坦率 他就接受 他愿意改 虽然他说我就烂 但是别人说他烂 提供一些建议 他还是会改过 那到底呢 这齐宣王是什么样的君王 齐宣王的王后众离春 允闻允武 曾经领兵作战保卫齐国 而齐宣王本人对武术方面 其实也小有研究 尤其喜欢射箭 更喜欢射箭时 一群人围在他身边吹捧 但其实他的宫不过只有三弹 左右的大臣为了红银拍马 都假装立有位带 拉不开齐宣王的宫 而且还只是说 这把宫应该不止九弹 只有大王天生神力才拉得开 齐宣王恐怕一辈子都以为 自己天生神力 能拉开九弹的强弓 事实上 齐宣王性格上的缺陷不少 提到类似的蠢事 很可能三天三夜都说不完 齐宣王做好大行宫的人来说的话 那他当然是喜欢这种 大场面的东西 因为这样子 所以齐宣王有时候被牙冠上 你花这么多钱 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 齐宣王性格单纯不拘小节 烂于冲述这个成语 讲的就是南郭先生 利用他好大喜功喜爱排场的性格 来蒙骗齐宣王 齐宣王是齐威王的儿子 他这个人想徒刑的 因为齐威王我们知道就是 战国时代齐国的一代的英主 到了他以后呢 就反而不能够守承下去 因为前期他做得很糟糕 齐宣王的父亲齐威王在大臣 邹记田记的帮助之下称王 秦国国事强盛 并且任用谋士孙并 两度大败卫君 但国家交到了齐宣王手中 就开始变了调 齐宣王可以说是个败家子 即位出奇沉迷酒色不领朝政 在孟子这本书里面 其实有提到 齐宣王的自我介绍 非常的特别 他说自己寡人有吉寡人好友 寡人有吉寡人好莫 寡人有吉寡人好色 齐宣王是一个重视排场的人 他很奢华的好色好金钱好打架 当然就是他的一个个性 信源前314年 齐宣王趁着燕国子芝之乱时 趁机发兵 短短50天就攻占了燕国首都 子芝它是一个臣子 那是燕国的国王 不知道哪跟金不对 他就想要去善让 善让给他的臣子叫做子芝 奴家不是很推崇尧顺善让吗 结果他这个一善让 就造成燕国国家的大乱 然后燕国国军这个做法 你会让原来的太子 那你原来的继位 应该是太子积平的 宰相子芝全面掌握燕国大权 引起太子等人不满 骑兵失败死于乱军之中 经过这场内乱 殷国国力大减 再加上齐国这么一闹 只剩奄奄一席 殷国百姓本来以为 齐国发兵易住 谁知道他们却反克为主 齐国有点像是趁国打劫的 他本来可以当英雄 他就秦国看到这个 他介入以后 秦国就退出了 但这个举动就引起了 其他五国干预 加上燕国人民不断反抗 因此齐宣王才会决定 撤出燕国 而赵国则立刻赢了燕昭王继位 不久齐军在五国联军的压力下 被迫撤兵 因为这场巨大的胜利 齐宣王认为大齐兵强马壮 自己由天生省力 能拉得动酒弹弓 很快就被捧得飘飘然 整天饮酒作乐 美女歌舞环绕 殊不知关东武国 正在酝酿反抗 可是我们看见上 齐宣王不是这样子而已 他曾经也打过仗 击败过很多人 甚至网罗到一个高手就顺病 这种情况底下 我们不得不对齐宣王 有重新的判断就是 他应该也是喜欢 有好大喜功 也喜欢美女 可是他一方面 也是有冷静的音乐 史书中记载 齐宣王其实并不是一位 昏庸无能的君王 他扩建旗下学宫 广纳天下贤才 诸子百家在这个时期 发展到鼎盛 尤其他不只是 做做样子而已 齐宣王虽然喜欢听好话 但也知道自己的缺点 坦诚率真知过能改 他的嗜好叫宣 宣就是一个 还算是好的嗜好 我们可以看到齐宣王 就是他能够守城 能够守住他的父亲 所建立下来的基业 当然也要归功于 就是他的王后 齐宣王其实并不是 昏庸无能的人 因为真正昏庸无能的人 其实是不会听从 别人的劝谏的 在孟子里面就有提到说 当孟子向齐宣王 讲了一番大道理之后 齐宣王会坦诚自己糊涂 希望孟子来教导他 开然醒悟说 自己知道做错了哪些事情 然后做一些锐意改革 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一步的话 可能齐宣王到后来 会变成是昏君 齐宣王不只向孟子 坦诚自己好色 更诚恳地说 自己虽然愚笨 还是会尽力尝试 另外他接纳仇女 钟离春伟王后 更在他的劝谏后 远离小人情于正事 参见台霸女乐 使其国日益富强 钟离春来到皇宫之后 他直接告诉你 你在不管你的齐国 今天齐国就被精敦禅食了 而且你被小人一手遮天 这一点 齐宣王很对胃口 为什么 他就听这种实际的东西 可是人的本性就是 江湛易改 本性难以 他很难去做这些改变的 所以王后在的时候 他还可以听听他的这个建言 然后王后过世以后 那就不一样了 他就可能会回到 他所想要的那个生活 齐宣王虽然听得进王后劝谏 但有一句谚语说 有事终无艳 无事夏淫春 也显示了他爱好美色的天性 在这个战国册的旗册里面 就有记载了 他的王后过世以后 他马上七个妃子里面 就立了一个当王后 也就是说他旁边不乏没有美色 他把这个钟离春的这个位置呢 就看成就是说我有事情啊 我就拜托你 因为你有才华 你可以帮我解决事情 可是当我没有事情的时候 我好像不需要你 我凭什么去啊 他有事想着我钟离春了 拿我当什么呀 他拿自己承诺当什么呀 干江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儿女 干江说都对 所以后来就有一句话叫做 有事终无艳 无事夏淫春 夏淫春是一个虚构的人物 但是虽然他是虚构 在真实的齐国的王宫里面 不乏像夏淫春这样美丽的这个妃嫔 甚至一定有的 虽然夏淫春是传奇中的虚构人物 却将习轩王好色的性格 形容得栩栩如生 也因此有学者提出另一种看法 会不会所谓的丑后钟离春 根本就不像汉代史学家刘相 所写的那么丑陋 因为中国历史上 有两个趋势 一个就是把美女妖魔化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把丑女给圣洁化 刘相在做烈女传的时候 是有这种趋势 我们只能说他把它写得太夸张 真的是把它形象写得好丑 另外也有学者发现 钟离春的外貌 是把诗经魏风里的朔人 反过来描写 旧头生目对应的是 情首额眉美目盼膝 昂鼻结喉对应的是 齿如呼吸巧笑倩兮 皮肤若漆对应的是 根据刘相的描述 钟离春的外貌 当时连普通平民男子都看不上 但她却能成为其宣王的王后 和她外貌底下的才华 形成强烈对比 钟离春是否真的极丑无双 不得而知 但丑女国安美女王国 却成为史书中不变的道理 这些美女都很好看 不过寡人身边这两个大美人 更得寡人心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